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的是 Leica螺丝头镜头 怎么用在现代的数码上机上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 一个螺丝头的镜头 怎样用到现代的数码机上 好像这个螺丝头 大概是30年代 已经开始生产的了 那时候跟现在的 时间相差 大概是有80年 就算是这么久的镜头来说 到现在为止 其实的效果水平 也不会差的 在那时候研发的时候 主要是用黑白相片 来做一个标准 所以在黑白相片的表现方面 是会 会比较丰富的 应该说灰阶比较丰富 而且 过度是流畅和 顺滑的 立体感强烈 而在彩色相片方面 也不错的 重点是味道感觉 而不是锐利度 如果你今天希望用一个数码相机 或者是一个现代的相机 去用那个螺丝头 镜头 你可以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有一个接环 它可以把镜头 变成一个M卡口的 从一个L39 的螺丝头 变成一个M卡口 这个有分三个版本的 一个是28 跟90mm的镜头 是用同一个接环 另外一个呢 是35mm 和135mm的镜头 是同用一个接环 另外最后一个呢 是50mm 和75mm 是共用一个接环 那个意思是 它用到那个适合的接环的时候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线框 那个线框就是你 照相的范围来的 如果你喜欢这些镜头 其实价格也不是很贵 只是几千块就可以买到一个不错的 可以考虑一下 好了 现在我们看看那个线框 比如说这里 你放了35mm跟135mm的镜头进去 然后这里看到外面那个呢 就会是35mm 里面那个就是135mm 还有在中间那个就是黄斑对焦的范围 如果是把75mm跟50mm的镜头放进去呢 外边的线框呢 就是你看到50mm这里 那里面那个呢 那里面那个呢 就是75mm镜头你可以看到的范围 如果是28mm跟90mm镜头放进去的时候 就看到外面那个线框呢 就是28mm 里面就是90mm 如果是把90mm的镜头放进去呢 你就看到里面那个范围 那拍摄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28mm就会宽很多 里面90呢就是拍到只是里面这个框框的范围 其实三言两语就不可以短短的把想表达的东西说出来 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亲自来我们尖沙嘴 立围大厦或者是香槟大厦的店 我们亲自跟你解释一下 我们不断会有影片的上载到网路上 希望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还有给个like我们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